这几天的时间一直在忙活洗松子,挑空壳,挑杂质,挑瓁子 前几天一大溜的松子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后期子就剩这些了,全都已经挑完 紧的挑,紧的发,就剩这点了 包的这个衫今年打了23000多斤松子 前期子是12000多斤,后期子是11000斤左右 前期的松子前几天捅货我们这边有收的直接就已经卖了 后期的松子单独就流出来了 经过这几天的努力就剩这点了 还有一些没挑完的 这些就是经过水漂,水漂,杂质全都挑出去了 而且是空壳啥都没有的松子,纯是后期子 看多好,这在外边晒着呢 现在已经晒了将近两天了,昨天一天,今天一天 我们这边现在风可大了,干比可快了 手工挑出来的松子质量特别的好 拿在手里的感觉特别沉 像咱这个松子属于是后期子,不怕放 就是放到过年都没事,而且越放越香 给小孩吃啊,给孕妇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吃完了咱也不上火 因为它是原生态的红松母树林的松子 架子上这些呢,是刚才早上用水给过了 把空壳,瘪子,杂质全都挑出去了 浪赛的过程中呢,还要一个个的去手工挑制啊 你看像这种空壳,瘪子,还有吐了咔的,全都得挑出去 这还没挑呢,一会挑完之后再拿到那个大散布上再去晒 地上这一大堆看着都是好的松子啊 但这些子呢,全都是空壳的,还有半人的,都在这呢 看着都挺好,但是一挑真吓一跳啊,挑出这么多呀 前几天一直在外边挑松子,我们这边不是气温下降了吗 一下冷了,就进棚子里挑松子,我爸我妈还有我姨我大娘他们都在这挑呢 天天就是挑松子,这段时间什么时候把剩下的后期子全都挑完了 什么时候我们也就没有活了 我们这个山呢,其实包的总共是花了不到110个 也就100多点啊,是4家包的山 我哥还有我,还有我两个叔叔 一包它是5年的山,今年呢,就是说本钱没回来 只是说去了山上的费用,我们一家能分10万元 还有4年的嘛,我的朋友就说啊,你们这个今年投入100多万 本钱都没回来,是不是就赔了啊 其实不是的啊,年年他都接松他 只是说大街小街的问题,来年还有 所以就是4年呢,慢慢来吧 靠点努力,靠点辛苦,多赚点钱 好了,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想吃松子的,就找小许啊 质量放心,拜拜了 我得干活去了,挑松子去了